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 读这经的人需要会议 这个稍微解释一下 耶稣继续讲有关于末世的预兆 所以耶稣说你们如果真的看见了先知但以理 曾经所预言说过的 这个在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 十一章三十一节跟十二章十一节都有提到 那行毁坏可证的 指的就是外邦人进攻 外邦人毁坏圣殿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在历史上 它是会多次应验的 第一次已经应验的是在主前一百六十七年 希腊帝国的安提阿古四世 他就是玷污毁坏 在这个圣殿里面献猪 一般的献牛羊 因为猪是不洁净的 那安提阿古就故意献那个不洁净的猪 然后呢 在这个圣殿里面还设立这个宙斯的神像 所以就玷污了这个圣地 圣地这边指就是圣殿 那第二次呢 是在耶稣 使利复活圣天之后会发生的 就是主后七十年 罗马帝国的提多将军 攻陷耶路撒冷 并且把圣殿 移为平地 所以他也是那些毁坏可证的人 那第三个指的就是在末日的时候 敌基督 也会在这个圣地 然后呢行那毁坏可证的事情 所以读这一段这个经文的时候 马太提醒我们 要会议 要去思考他多层的意思 十六节那时 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 那十六节开始耶稣特别指的 应该就是说 主后七十年 即将要发生的那一次 圣殿被提多将军 以为平地的那一件事情 那时在犹太的 应当要逃到山上 山上可以躲避 而且有山洞可以躲起来 在房上的 指的是 这个以色列的房子是石头盖的 房上有平顶 就是说你本来是在这个 房屋上的平顶休闲的 忽然看见灾难来的时候 你呢 立刻下来 然后呢 不要先进这个一楼 家里面去拿东西 直接逃走 因为不然会来不及 那而且呢 在田里面工作的 也不要先去回家拿衣裳 你要直接逃走 当那些日子 怀奶 怀孕跟 这个奶孩子的 就是怀孕的孕妇 或是孩子还很小 正在如养孩子的母亲 有祸了 因为那时候逃难 就非常的不方便 你们应当祈求祷告 叫你们逃走的时候 不遇见冬天 冬天会是雨季 雨季下雨 路很泥泞 很难逃走 然后也不要遇见 刚好是安息日 因为安息日 基本上城门会关闭 然后你安息日 你要你 你事先已经 神已经告诉你 灾难要来 你要逃走 那个硬心不信的人 他不仅是这个 关上城门 然后后来我们真的发现 这个 以色列人真的就 关上城门 来抵抗这个 罗马人的进攻 所以安息日会产生 就是城门被关闭 而且以色列人规定 安息日 你不可以远行 或旅行 甚至有些拉比会规定 安息日不可以走 超过一千公尺的路程 所以安息日的话 你们要逃走 就有很多的拦阻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 很大很大的一个灾难 从世界的起头到如今 就到这个耶稣的时代 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必没有这样的灾难 那如果这个事情 指的就是主后七十年 耶路撒冷曾被攻陷 然后圣殿被移为平地 那件事情 根据这个 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 约瑟夫 他的记载 那一次的这个战争 光是在耶路撒冷 死亡的人数就高达一百万 所以耶稣才说 这个在人类历史上 单一成事 死亡超过一百万 这个应该是以前没有 以后也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所以呢他说 这个二十二节 若不减少那日子 凡有血气的 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只是为了选民 那日子必减少了 就是那种又可怕 又血腥 又绝望的日子 上帝是看在选民的份上 也就是说 上帝要保存一些选民 就是保存一些基督徒 让他们可以存活 好让他们有机会把福音的种子 继续留下来 让他们可以向世人来传福音 直到主再来 所以呢上帝这个审判 伊路撒冷的那一次的行动 如果不是看在选民的份上 让这个留下一些鱼种 好让他们可以向世人传福音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上帝可能就是会让那个 受苦的日子延长 以至于所有的这个 在伊路撒冷全部死光 连逃都逃不出去 好我们去往下看 二三节那时 若有人对你们说 基督在这里 或说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 特别在那种日子里面 魔鬼会做很多工作 人在绝望恐惧害怕时候 有人如果起来宣称 他就是基督 他就是先知 很多人就会想抓住 那个最后一根稻草一样 就会信靠他 而且魔鬼会利用这些假基督 假先知 让他们大显神机 显大神机 大骑士 注意 有些魔鬼也可以让人行异能 做出一些人类 平常做不出来的事情 倘若 能行 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他原文意思是说 那些对那些假基督假先知来说 如果能够的话 他们连选民也想要迷惑 所以耶稣说 选民啊你们要留意 25节看啊 我预先先告诉你们 后来果然在历史的记载上 就是当这个罗马城 罗马军队来进攻的时候 果然就有一批基督徒 他们就逃出耶路撒冷城 过约旦河 到约旦河以东的山上的村庄去避难 但是大部分那些 相信假先知 假基督 假领袖的很多犹太人 他们是留在耶路撒冷城 因为他们相信 这个上帝与他们同在 那结局就是后来曾被攻破了 如果照约瑟夫所说的 死亡人数高达一百万人 我们无法知道是不是这么准确 但是至少知道是非常惨烈的 26节若有人对你们说 看啊基督在旷野里 你们不要出去 我们刚刚说过了 人在这个很大的危难恐惧当中 以现代眼光来讲 战争啊 金融海啸啦 地震啊 这个还有很多政治的动荡 就会很多 很多人物会 窜出头来 莫名其妙他就 掌握了人心 你看以前希特勒就是这样 在德国整个 很低迷的时候 希特勒用非常 激进极端的言语 就掌控了整个德国人的人心 所以呢越是这种乱世 恐慌不安的时候 越要留意假先知 假基督 假教师 扭曲真理 甚至还挂着 不好意思啊 还挂着基督教的招牌 在做讨神不喜悦的事情 所以呢如果有人对你说 看啊基督在旷野里 好像那个施洗约翰一样 又仿佛是一些 离群所居 避世 离开这个 城市的 这个神秘的建域团体 就是一些神秘的宗教组织啊 神神秘秘的 宗教精神领袖 你们不要出去 因为 那个绝对不会是基督 那如果有人又对你们说 看啊基督在内屋中 你们也不要信 内屋原文只是仓库 就是有人跟你说 那个基督 好像就在一个仓库 好像是那种神秘宗教组织的 秘密基地一样 你们不要信 那个绝对不会是我 那为什么基督这样讲 在27节 我们接下来会解说 因为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全世界都会知道 全世界都会看见 所以耶稣在来的时候 绝对不是 隐藏在仓库的 神秘宗教的秘密基地里 也不是在旷野 或是那个离群所居的 这种禁欲主义的 邪门外道的宗教团体 耶稣说 都不是这样 我来了 之后全世界都会知道 我来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主啊坚定我们的心 主因为在人心惶惶 主啊 政治经济 天灾人祸 心灵震动 波动的时候 主啊 很多 这些假教师 假先知 假救世主 他们就会出现 他们会操控人心 主啊 甚至会逼迫 你的选民 主啊 帮助我们每一个 你的选民 你的门徒 你的儿女 主啊让我们真的是 心中有耶稣基督 以至于不论遭遇何事 我们都定睛在你身上 求你帮助每一位基督徒 不要在各种的动荡里面 去跟随在政治上面的 假救世主 在经济上面的假救世主 在健康 在这个天灾 疫情 泛滥时候的假救世主 主我们的救主 只有你这一位 没有其他的偶像 可以成为我们的救世主 求主帮助我们 特别是帮助你的选民 不要做糊里糊涂的基督徒 跟着那些不认识主的人 到处乱跑 还以为这是 在帮耶稣基督 再来铺路 求主怜悯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福大家